金牌魚一艾葉一條根強腰塞散寒濕解勞淚萬寧獨賣 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Lily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執政以來 一直提及的政治術語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 但中國式現代化做到了嗎? 到底體驗在哪裡呢? 多位學者的見解是 特近平只要經濟增長 嫌要西方民主制度現代化 必將帶來共同貧窮 而黨在國上、人在黨上 這樣中共恐怕與西方民主陣營縱碎一戰 中國現代化這一名詞 其實最早應該從1954年周恩來在第一屆 人大會議首次提出四個現代化算起 即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 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 四個現代化也成為1950年代 到1960年中共國家戰略目標 2024年7月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 在北京招開 全會審議通過了 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決定 對所謂中國式現代化 也有更完整的詮釋 此外 根據中共黨媒《後市》雜誌8月16日的報導 中國式現代化具有五個封面的中國特色 包括人口規模巨大 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物質和精神文明相協調 人同自然和系共生 以及和平發展道路 不過 美國史丹福大學 中國經濟和制度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吳國光 對美國之音表示 目前全世界沒有不透過資本主義的經濟機制 以實現現代化的國家 也沒有不走憲民主道路 而成就現代化的民族 吳國光認為 最主要原因是現代化離不開資本主義經濟機制 也就是市場經濟 因為既然西方已經實現的現代化 是習近平要爭取做到的目標 正說明了習近平認為 西方的現代化是個好事情 可時西方現代化中 亦有的東西是習近平不想要的 於是扭曲出來 這樣一個中國式現代化的講話 台灣國防大學 政戰學院前院長余仲基將軍 對大紀元表示 中國式現代化模式 第一個他要集中力量辦大事 他要西方的經濟增長 但不要西方的民主制度現代化 他要的是集權 就是習近平一直吹噓的 東升西降 中共治理模式 右於西方 擁有西方民主制度 沒有的效率和效能 然後又可以快速的經濟增長 問題是西方的現代化 經濟持續增長的同時 亦一定要帶動政治制度的現代化 更多的是監督 更多的是制衡 先能夠令經濟發展的動能持續不斷 2023年10月 剛過世的李克強 在2020年5月的兩會上 便曾稱中國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 他們平均每個月收入 亦是1,000元人民幣左右 如宗基辭出 習近平對外宣稱 中國全面脫貧是謊言 中國經濟現在衰退下行非常嚴重 第10日的人數肯定有增長了 亦是說中國式現代化談到的共同呼籲 只是一個話述而已 事實上它的經濟動能已經不得了 只能爆撞成一個共同呼籲 日本資深媒體人紙板明夫對記者表示 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 和周恩來的四個現代化 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共同呼籲這個詞 和現代化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是中國古代的農民起義提出 反貴戰均貧富的一種平均主義思想 毛澤東亦很多時說共同呼籲 但結果就是將富人的錢長走 但沒有分給窮人 結果就是共同貧窮了 紙板明夫認為 習近平提出的現代化概念 某種意義上是提高工作效率 這方面是有一些技術上的調整 但現在習近平走的這一套 就是閉關鎖國 個人獨裁這套國家發展模式 別象孤立於世界 因為現在所謂的工業化效率化 科學進步必須和世界接軌 這樣才能共同進步 反之 一個閉關鎖國的方向 必定實現不了現代化 必定會導致你共同貧窮 對於中共官媒強調中國式現代化 本質上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紙板明夫表示 習近平時代更特顯黨在國上 人在黨上 就是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上 而習近平個人又是在共產黨之上 所以習近平堅持的並不是共產黨的領導 而是習近平他個人的領導 那就是回到封建制度的社會 同現代化更是背道而馳了 台灣來自協會行政總裁賴榮偉 高蘇大紀元 對習近平來說 中國式現代化的特色 就是要區隔西方現代化制度 也就是絕對不走你們那種兩黨制、多黨制 或者是總統制、內閣制 或者是雙手掌制 他都不要 就是80年代中國共產黨 還會說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 總書記只是一個核心 政治常委各有專師 目前不是這個情況 政治常委會現在已經認同 習近平的秘書一般 就政治上的意涵來說 賴榮偉認為 中國式現代化 其實是凸顯出中國自己的國情和外國的不同 也就是一種外國教育洗腦 被民眾殘身誤解 認為現在中國國情的不穩 是因為有外國勢力的干涉 或者是不尊重中國的體制造成的 余蔣軍最後談到 由於中國的經濟發展 過度快速 當他有極權統治時 對民主國家就有安全上的威脅 因為對外要不要戰爭是一個人說了算 但西方有民主、有媒體、有各種限制把關 余蔣軍擔心表示 如果習近平繼續走距中國式現代化模式 這樣中共國和西方民主陣營 最後可能還是無可避免中必一戰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自大紀元記者費珍採訪報導 本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與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 ー、按讚、鈴鐺與按鈴鐺 支持無可避免 多 forόか